嗨,大家好,是科幻迷步马,今天为大家介绍笑影迷雾的另一则故事 小黑胆小懦弱,酷爱超级英雄漫画,他有个朋友,也是宅男,两个人常一起被笑爸欺负 其实,小黑之所以痴迷漫画,是因为他父亲去世前喜欢漫画,而他跟妈妈都没有办法接受父亲的死 这晚,小黑又在书屋看爸爸最爱的漫画,但是天不作美,风雨大作 要想挡住雨水,漫画就会被风吹走,总归是不能兼顾 小黑正着急,起到闪电坯下,将属辟成废墟 雨过天晴,小黑在一个气派大house醒过来,桌上摆满球赛奖杯,怎么看都不是他家 但是,桌上又分明摆着他的照片,还是他跟校爸的合照,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 走廊里又挂着小黑跟一对陌生男女的合照,他俩招呼他就座,还称他为儿子 小黑原地傻眼,听完才知道,这俩人是一对有钱夫妇 在他俩的认知里,自己是他们儿子,也是学校的明星球员 但是在一次投球公门时,脑袋意外失忆,他俩正帮自己康复 真是离大铺,小黑晃成要睡觉,翻窗逃之遥遥 外面环境倒是没变,还是小黑的小镇,他认得街道,狂奔回家 妈妈打开家门,竟然客气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他对小黑擅闯四宅感到惊恐,不仅不认他这个儿子,还自称根本没儿子 小黑没心思解释,只固执激动,因为他发现妈妈的旁边竟然站着爸爸 活生生的爸爸,可爸爸也不认识他,只当他是迷路小孩 小黑不懂这是怎么了,试图夺落而逃,可途中时空扭曲 他像触发bug一样进入一个废图世界,方圆百里没有活物 这种现象只持续几秒,片刻有恢复正常 小黑又惊又怕,心想这个世界上能帮自己的只有朋友了 他狂奔到朋友家,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朋友满怀敌意 知道呀,你和校爸的恶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你们好哥俩,在学校欺负我还不够,又欺负到家了是吧 小黑一集,忙把自己造了一批爸爸复活等怪兽一并说出 可朋友想,这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又要关门 小黑拦住大门,把朋友从小到大的秘密一股脑道出 比如他爱拢猫睡觉,他的肚脐尔形状很奇怪 他害怕是爱放屁,每一条都应验了 朋友这才半信半疑,把他请进家里 众所周知,超级英雄漫画里总有很多科幻设定 小黑跟朋友都是骨灰粉,把漫画设定一套 怀疑是昨晚的闪电风暴造成时空裂隙 小黑顺着裂隙就掉进了这个平行时空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跟原本的自己有些类似 却又略有不同 另外呢,刚才小黑触发bug进入废图世界 朋友猜测,那是个死亡时空,也是小黑的最终归宿 以后他出bug会越来越多,直到永远被困在死亡时空 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返回最初的平行时空 至于怎么回去呢?或许夫妇得正,还要再输被雷劈一次吧 这些推测未免牵强,但小黑也只能一事 目前最大问题在于,刚才小黑闯进爸妈家时 注意到他们在这个平行世界并没有造木物 那或许就只能指望他们新造一个哦 小黑清楚记得,在原本的时空里 爸爸生前就在牧场工作 所以在这个时空里呢,他直接去牧场找他 结果不出所料,爸爸果然在场里 他仍然不相信小黑是自己儿子 但小黑也知道他太多秘密 包括他疼爱的狗子,他跟妈妈的邂逅 他最爱的漫画书,等等等等 爸爸被说得有些动摇 越好,明天再跟他好好谈谈 晚上,小黑在假父母家熬了一夜 话不投机,无需多谈 第二天他才绽放神采去真爸爸家讨论书的事 爸爸仍然不相信什么平行时空 但他权衡利弊 万一这事是真的,自己造树物就能帮小黑穿越回去 万一是假的,也帮小黑消遣了寂寞 自己还赚了个书,稳赚不亏啊 一家三口忙碌起来,先打吃一顿再选工木材 最后呢再补充精神粮食,漫画书 吃饱喝足之后就是爸爸发挥的环节 他本身是木工,设计书跟堆积木一样简单 小黑正为爸爸骄傲,不料世界再次出现bug 这次他更严重,昏迷更久 看来再当个下去他真的会死 书必须尽早完工 正好天气预报说明晚会有超强暴风雨 那应该就是穿越时空的时间窗口 明天爸爸又逃出一整个白天,加班加点 傍晚乌云传来隐隐泪鸣 书刚好完工 不过小黑认为还差一点 又和家人在梯上刻下三对字母 应该是他们姓名缩写 入夜风雨大作 小黑把书布置得跟原来一样 希望能加大穿越回去的几率 朋友为增强还原性也献出了点层的漫画书 万事俱备,小黑却不忍离开 毕竟另一个世界什么都有 唯独没有爸爸 爸爸听他一解释 才明白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已经死了 但他认为既然如此 小黑更应该回到原来的世界 毕竟妈妈整孤身一人 如果他也失去了小黑 一定非常心碎 道理小黑都懂 他只是想跟爸爸多待一会儿 他的身形渐渐模糊 分别的时候就在眼前 几道闪电擦肩而过 最后一道尤其惊人 小黑眼前一黑 在这一眼时 他最先看到的是医院天花板 其次呢 是妈妈担心的眼神 看来他已经回到初始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他被木屋废墟掩埋 昏迷数天不醒 妈妈一直守护着他 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历险过于历弃 妈妈没能相信 但是没关系 这个世界的妈妈 能一直陪伴着小黑 这就够了 小黑重回木屋废墟 让他意外的是 在这个时空里 梯子上竟也多出了 三人的姓名所写 或许这是因为 不同平行时空 也会有交集 小黑决定 珍藏这段梯子 不对 他要珍藏整个木屋 这栋倒塌 却又重建的建筑 将是他们家庭的象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学 咱们下期再见